他是一个德道高僧 积德行善 是香客口中的大善人 同时 他也是杀人恶魔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 隐姓埋名 潜逃十八年 摇身一变 如今 竟成了千年古寺的监院 身份反差如此之大 不禁令人咋舌 那么 潜逃多年 他究竟是如何漂白的身份 最后 又是如何落网的呢 时间 1994年7月27日 地点 江西省九江市 晚上十点多 九江南站的铁路宿舍里 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件 准确地说 是一起灭门惨案 当警方赶到时 徐敏和妻子胡英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他们年仅两岁的儿子 徐思远 经过医院抢救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也落下了终身残疾 经调查 被害人 徐敏 是庐山火车站的一名职工 年仅32岁 从现场的残忍程度来看 警方推测 这应该是一起 仇杀案件 随后 警方围绕 徐敏的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 终于 在案发后的第十天 主犯王学军 以及其他同案犯 被警方全部抓获 在大吉 恢复树的帮助下 几人对所犯罪行 供认不讳 那么 王学军与徐敏之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他们竟做出如此灭绝 人性的事情 秃子洗头 必有缘由 说到秃子 老驴经常熬夜 脱发比较严重 也快变成秃子了 朋友推荐我 去使云讯 做个毛囊检测 看看脱发原因是啥 如果不想和我一样 变成秃子 可以点击我评论区链接 领取检测名额 全国都可以预约 据王学军交代 徐敏与他是高中同学 两人在高中时代 曾经打过几次架 王学军长大后 发现自己的腰部 换上了骨结盒 他怀疑 是徐敏的殴打造成的 于是 他就对徐敏 动了报仇的杀心 此案 共有四名主犯 其中两名 被判死刑 一人被判死缓 另外一名主犯潜逃 经调查 逃走之人 名叫徐新莲 九江县人 案发时21岁 当时 几人分工明确 由徐新莲上前叫门 当时 徐敏开门之后 徐新莲不由分说 抬手就是一刀 后面的几人 随即冲出 围着徐敏 一共砍了56刀 徐敏的呼喊声 惊动了卧室的妻子胡英 此时 已经杀红眼的几人 对着胡英一通乱砍 最终 胡英身中17刀 倒地身亡 不幸的是 此时 徐敏两岁的儿子 被惊醒 丧心病狂的几人 并不打算放过孩子 挥舞着屠刀 在一个年仅两岁的孩子身上 卡了十几刀 一家三口 被卡一遍 整个过程 仅仅持续了几分钟而已 等邻居赶到 几人早已逃之夭夭 几人落网后 唯有徐新莲 一直杳无音讯 为了搜集徐新莲的线索 警方不止一次 来到他的老家 进行摸牌和调查 但终究一无所获 直到2011年 全国公安机关展开清网行动 徐新莲再次成为了 警方重点追逃的对象 警方对徐新莲 所有的关系人 重新进行了梳理和调查 但所有人都说 徐新莲从未与他们取得过联系 至今生死不明 那么 他究竟躲藏在哪 警方又是如何将他抓获的呢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 警方终于从他弟弟 徐新胡的身上 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原本一无所有的徐新胡 竟然在短短的几年里 迅速发了假 经调查 徐新胡在浙江 拥有两家建筑公司 在他的社会关系中 警方发现了可疑之处 他竟然和一个寺庙的和尚 为敌法师 有着频繁的联系 虽然每次的通话时间 并不算长 但只要是节假日 两人必有通话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大老板 一个和尚 这两人之间 怎么会有频繁的联系呢 这一现象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经调查 为敌法师 法名是为敌 俗名罗明生 户口是从广东取江县 迁到杭州的 不仅如此 为敌法师 佛法高深 不仅是杭州市 两所知名寺庙的监院 还经常到国外 进行佛学交流 声名显赫 据说 他的一幅书法作品 曾经拍到50万元的高价 后来 他把钱都捐给了社会 所以 在乡客的口中 他是一个大善人 而徐信连前陶氏 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的修理工 而为敌法师 有着浙江大学的本科文庭 还是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师 还通过了职业资格考试 取得了二级建造师的证书 这样身份反差 如此之大的二人 任谁也想不到 一个温和慈善的法师 和一个逃犯 徐信连之间 会有什么联系 然而 通过照片对比 警方内部 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 有人说不像 有人说很像 甚至 有人斩钉截铁地说 就是同一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在网上 发现了一篇 关于史维迪的负面爆料 爆料人是一名 敬慈寺的僧人 他说 史维迪 不仅开豪车 住豪宅 还经常动手打人 僧人们是敢怒不敢言 由于是维迪身份特殊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警方不敢随便下结论 目前 最重要的是 要核实是维迪的身份 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 警方来到了曲江县 找到了罗荣华 他就是罗明生的父亲 经查 真正的罗明生 在九岁时 离家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 2008年 一个女居士找到了罗荣华 说 有一个知名的僧人 需要在俗家落户 回报则是 帮他养老送终 就这样 史维迪的俗家身份 就落在了罗荣华的户口本上 由此断定 史维迪 并不是真正的罗明生 但 他是不是警方 一直苦苦追寻的徐新莲呢 对此 九江警方决定 联手这将警方 对史维迪 展开调查 随后 骗区民警 以消防检查 需要配合为由 将史维迪 悄悄带到派出所 随后 警方立即 采集了 史维迪的生物检材 连夜送往九江 和徐新莲父母的DNA 进行比对 结果显示 史维迪 正是潜逃18年的杀人凶手 徐新莲 据徐新莲交代 案发之后 他先是逃到了湖北省黄梅县 为了躲避追捕 他打算 在当地的一家寺庙当和尚 但当和尚 也需要身份登记 他担心身份暴露 所以 他又逃到了安徽 在潜逃的途中 他又办了一个假身份证 就是靠着这样一个假身份证 他才在安徽省的三祖寺 出家当了和尚 那么问题来了 他在安徽初的家 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的 当上杭州两所寺庙的监院呢 和尚洗头 必有缘由 徐新莲出家后 法号视为敌 也为吃苦上尽 他很快掌握了 全套法器的使用 得到了方丈的赏识 在三祖寺待了两年之后 他又到闽南佛学院深造 2000年 徐新莲来到静慈寺 做了挂单和尚 由于对佛学研究透彻 做是风格干练 很快 他从一个唱经敲钟的小和尚 一步一步做到了 赴四 之客 最后做到监院 基本上是一年跳一级 与此同时 他还先后取得了 浙江大学 成人本科学历 二级建造师 职业资格证书 并且 积极回报社会 为老人捐资捐物 发动僧人 积极献血 虽然在寺里顺风顺水 但 他最担心的还是身份问题 2008年 他通过自己的乡客 找到了孤家寡人 罗荣华 成功挑白了自己的身份 不过 他虽然挑白了身份 却洗不掉身上的罪恶 2012年6月13日 法院针对徐新莲一案 做出终审判决 判处徐新莲 采缝刃机终身 不能有任何怨言